- 大家好,我們是The Scal Boys,今天很榮幸因為我要刺青,所以今天採訪了我們的正義刺青的刺青師,Dexter - 歡迎Dexter! - 歡迎Dexter! - 你說真的,你知道英文,中文不知道怎麼講,英文叫You complete me - 完成了他一個心願 - 這是我一個十十五年的心願 - 十五十八年的心願喔,對啊,一直找不到真的很適合的師父幫我畫這幅畫 - 結果那天有一次在他的IG看到一個翅膀,一對翅膀是我,真的是我很喜歡的細節 - 所以我就今天找到了正義刺青 - 所以我想今天來採訪一下Dexter說 - 當初在弄這個正義刺青的時候,你的背景啊,你的理念是什麼 - 然後就是怎麼會跑到正義刺青的這一塊? - 然後你們今天又怎麼認識呢? - 對 - 我最一開始,因為我是學設計的 -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畫圖 - 所以我就是去念了設計這個相關科系 - 可是出來做設計以後 - 因為發現就是對這個設計這塊沒有這麼大的熱忱 - 所以我就是,中間有停一段時間 - 然後再開始去思考自己的到底未來要做什麼 - 然後我就回到原點是,我很喜歡畫圖 - 那本身剛好身上也有刺青 - 所以我就想說,那我是不是可以從事刺青這一塊? -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就是店裡 - 就是我們店裡的師傅 - 大才育豪,就是我們的負責人 - 然後他就是有PO一個相關 - 就是他找一個學徒 - 然後就是認真中帶點偷懶 - 有點像沙爹一般的那個感覺 - 沙爹 - 可是到現在,已經做到現在 - 我還是不知道他的那個意思是什麼 - 然後一開始就是只有我跟大才育豪兩個人 - 然後後來就是加入大才育豪學弟 - 庫柏立克 - 就是他來幫我們分擔一些客人 - 然後慢慢就成為我們一員這樣子 - 然後後來就是最後就是黑迪加入我們 - 黑迪是? - 對,黑迪就是我十妹 - 最後加入,對 - 四個人這樣子,我看你們也是很忙欸 - 像我上次跟你去預約的時候 - 去諮詢的時候 - 也等了三個月 - 三個月差不多啦 - 代表你生意很好 - 代表你生意很好 - 代表是標配 - 台北的刺青師如果說就是吃得還OK的 - 差不多就是這個時間 - 一個月到三個月了 - 一個月到三個月 - 對,差不多 - 可是現在其實不一定 - 大部分刺青會有 - 一定要有意義 - 或者說他一定會有一個紀念性的東西 - 現在很多人刺青就是 - 他可能說他很喜歡這個刺青師 - 那只要是他刺了這個風格的東西 - 或者說他刺了土 - 然後再去認領這個土 - 對他們來說就是 - 現在很流行這樣子 - 那你覺得 - 國外的刺青師的話 - 跟像我們台灣有什麼 - 就是差不多 - 創意面不同吧 - 創意面不同吧 - 因為他們像比如說 - 對他們來說石膏像啊 - 或者說路邊那種油燈啊 - 或者說日本他們會吃一些什麼寺廟 - 或者說一些日式的元素 - 那是他們從小到大的文化 - 文化 - 對,那我們等於說是 - 沒有的 - 那我們就去看他們那個文化的東西 - 然後去創作他們那邊的東西 - 有點像跟他們從小到大 - 比較不一樣 - 也會拿國外的一些 - 拿來做探考 - 然後繼續綜合文化的想法 - 應該是說我們看他們的一些文化的東西 - 我們很喜歡 - 我們就會融入那些元素 - 到我們的作品裡面 - 像我們店內四個師傅 - 都會融入一些比較日式的文化 - 加在我們的作品裡面 -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日本 - 所以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- 看到你們的東西就很有共鳴 - 有的客人是這樣說 - 這樣今天還有日本人來嗎 - 我想問一下說誰啊 - 是你的在畫作上面 - 或者是這個行業當中 - 是一個影響你的人 - 影響你的人 - 其實我覺得 - 從一開始做學徒到現在 - 每一個影響我的人都不一樣 - 就是我在看很多 - 包括我身上所有的事情 - 很多都是我從學徒來一直在看的人 - 那其實我一直看他們作品 - 我都會把它存下來說 - 有一天我可以用我的風格 - 去重新呈現這個東西 - 所以我覺得這個影響是一直在變化的 - 沒有特定一定是誰 - 所以你覺得也是吸收很多方面的事 - 對對對對 - 像我們店是比較屬於說 - 沒有師徒這種感覺 - 就是師傅在跟我們學習 - 我們也在跟師傅學習 - 他可以學到我們身上他沒有的 - 我們可以學到他身上我們沒有的東西 - 所以我們店內的 - 那個氣氛會比較歡樂 - 或者說比較像是 - 要融洽一點 - 那我感覺就是說 - 有點像國外的 - 他們在做圖 - 他們圖畫完的時候會給別人看 - 說你覺得怎麼樣 - 這樣好不好看 - 有沒有哪裡需要做調整 - 雖然說台灣還沒有做到完全像這樣子 - 但是我覺得那個感覺就是 - 可以非常討論的感覺就是很好 - 這樣因為你剛剛講到風格 - 你現在有哪一些主題是你 - 在試著頭處理的時候 - 自己特別有感覺 - 那你又是怎麼樣去設計 - 去創作這些主題 - 其實我現在主要做的風格都是帶一點抽象 - 帶一點點水墨跟個人特色 - 那它比較難定義說是特定什麼風格 - 所以我通常會跟客人解釋就是我的風格 - 那我去幫客人設計的時候 - 其實網路上也沒有任何的資料可以找 - 那他們就是找他們喜歡的元素 - 比如說他們要做一隻獅子 - 然後是帶一點抽象風格 - 那他們就去找一隻真實的獅子給我 - 然後我重新去設計 - 那現在基本上 - 不太像是說我要特定做什麼主題 - 而是說 - 只要是以這個風格去玩出來的任何主題性的東西 - 我都還蠻喜歡的 - 像比如說現在抽象的 - 我就會覺得說我之後想要去融合一些 - 像傳統啊 - 或日式這種元素 - 因為大部分日式傳統就是很固定的那種模式 - 我想說如果可以把它變成我自己的東西 - 也會蠻特別的 - 那這樣子 - 比如說 - 你的客戶他給你一張圖 - 然後你要把它變成你有自己的風格 - 這個大概 - 你的創作過程大概會多久 - 創作過程不一定 - 看那個圖給我的難易度 - 因為有的說 - 它給的元素是很複雜的 - 很難去表達跟呈現的 - 那當然畫的過程就會比較長 - 可是 - 基本上我們圖都是前一天晚上 - 或者說當天早上才畫 -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- 當下討論的時候 - 其實就已經有一點畫面了 -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- 到要幫他設計前 - 其實就已經大概知道 - 我自己要怎麼畫了 - 所以畫得很快 - 這是你的一個方式 - 就是說你之前 - 先會有大概想 - 可是前一晚 - 才一口氣把它畫出來 - 對 - 你會覺得這樣子比較 - 沒有因為我們 - 每一天排的客人 - 其實都是前一天在畫隔天的 - 對 - 所以不是說你的一個特別的 - 不是我的特別的 - 一個方式這樣子 - 我們店應該都算是這樣 - 都是前一天去畫 - 或者說 - 當天的早上去畫 - 對 - 你這樣只有一天的時間 - 去做這個東西 - 你不會很緊張啊 - 想說會不會顯 - 就是 - 畫不完嗎 - 自己好像不滿意 - 或者什麼樣 - 因為我畫的東西 - 基本上我會幫客人吃的東西 -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 - 我也想要做在自己身上 - 我才會幫客人吃 - 對 - 對 - 但是就是 - 會有風格 - 是自己身上想不想要有 - 對 - 當然說像這種 - 抽象風格 - 這種元素 - 我就會自己身上也會想要有 - 我就會做出我想要的樣子 - 那我是比較不會去管 - 客人喜不喜歡 - 就是首先是我自己要很喜歡 - 對 - 因為是你的作品嘛 - 你很喜歡 - 我也喜歡 - 才會跟他講出這個東西 - 為什麼是這樣子 - 對 - 那他們 - 大部分的客人都說OK - 還是他們會 - 還會再跟你做一點溝通 - 說你覺得怎樣 - 目前都是這樣 - 因為其實他們 - 就像他已經看過我的東西了 - 他已經知道我大概會怎麼做了 - 所以他來的時候 - 這個圖絕對是沒有問題 - 對 - 算蠻快的 - 一次討論大概多久 - 不一定 - 因為我討論算是全店最慢 - 嗯 - 快的話 - 十分鐘吧 - 慢的話 - 可能快要半個小時 - 會說到 - 算蠻久的啦 - 算蠻久的 - 因為 - 因為我東西很抽象 - 所以我喜歡把東西講到很清楚 - 那 - 我再去創作的時候 - 出來跟客人想像的 - 才不會落差太大 - 嗯 - 因為畢竟 - 他就已經抽象了 - 你要講得很抽象 - 其實 - 可能個人不知道 - 突出來是長什麼樣子 - 因為我們來訪問你之前 - 我們也做了一下功課 - 看一下其他幾位是 - 嗯 - 你跟他們幾位也是比較 - 比較 - 比較 - 比較差別比較大的嘛 - 是嗎 - 差別比較大好像沒有耶 - 很多 - 他們其他三位好像比較 - 沒有沒有沒有 - 我們店內四個師傅都不同 - 嗯 - 就是 - 一個是 - 不我一個 - 他做的就是 - 他所有的黑 - 他所有的那個 - 上色方式 - 幾乎都是用線條去疊加 - 去做出很細緻的那個方式 - 那 - 對他來說就是 - 他以前在畫畫 - 畫漫畫的時候 - 那種感覺 - 他只是一樣 - 就是把他平常畫的東西 - 做到自信來 - 對對對 - 那 - 他做的彩色 - 當然就另當別論 - 就是不一樣 - 就是不一樣的 - 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做 - 但是 - 只是把他的圖 - 轉換成彩色 - 對 - 就不是用線條做的 - 那 - 大才育豪就是 - 他做的比較偏日式服飾會 - 對 - 然後 - 他的元素題材 - 都會帶一些比較日式 - 對 - 那當然說 - 這中間都已經做了很多轉變 - 像他最早日式沒事 - 然後慢慢才轉到 - 現在做成 - 就是比較日式的方式 - 那 - 那 - 另外一個就是黑迪 - 那 - 黑迪他做的時候 - 他也是做一些 - 他會做一些 - 比較社會性的東西 - 這樣 - 女生應該就比較喜歡 - 對對對 - 帶很多男生給他吃 - 就是喜歡 - 只要日式的 - 也都會找他吃 - 那你自己看你自己 - 事情的變化有變嗎 - 就是說 - 從疫情還是說 - 一直變啊 - 一直在變嗎 - 但是現在是比較 - 抓到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- 然後去做這樣子 - 喔 - 因為我現在有一些 - 像是文化一些東西 -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客座 - 客座 - 對 - 就是比如說 - 事實上某個地方 - 某個城市 - 對 - 會邀請你去一季 - 住在那邊 - 然後過時空間住 - 然後你可以吃他們的客戶 - 對 - 那個地方 - 那個城市 - 想要邀請你 - 你會想要去哪裡 - 我們每年都會去啊 - 哪裏 - 大部分是歐洲啦 - 歐洲 - 對 - 因為歐洲比較好 - 帶著器材 - 進入他們國家 - 管的沒有那麼嚴 - 對 - 在路徑方面 - 你們四個一起去 - 還是輪流去 - 我們不一定欸 - 因為像庫瑞克最多 - 它最常出去 - 然後 - 因為大台語好 - 它有家庭 - 所以它算是店裡 - 最少出去的 - 那我跟 - 黑地是 - 出去的話就是 - 比較偏向我跟他一起啦 - 對 - 通常都去多久 - 我們都抓一個月 - 去就是一個月 - 然後就是跑幾個國家這樣 - 但就是歐洲 - 飛來飛去 - 那 - 撇除歐洲去過的 - 你還要哪裡想去 - 如果那個地方 - 帶著設備去 - 沒那麼難的話 - 就任何一個城市 - 就不要想那些 - 就想說你最想去的 - 最想去的 - 要看到的話就會叫你去 - 不一定啊 - 就澳洲或美國都可以吧 - 澳洲或美國都可以 - 澳洲或美國都可以 - 加拿大也蠻多客人叫我去的 - 講一些什麼冰島啊 - 什麼伊拉克啊 - 冰島 - 冰島我去玩就好了 - 冰島我去玩就好了 - 之前還有非洲刺青展 - 蠻酷的 - 我有看過的人去 - 非洲刺青 - 你的印卡要帶比較深嗎 - 應該沒有吧 - 你不是也想吃非洲那個什麼圖片 - 對對對對 - 泉扣吧 - 之前有人去啦 - 我是不知道 - 我沒有看他有沒有刺 - 我只是知道他去參加 - 那邊的刺青展 - 好好 - 那今天就是很感謝 - 戴手抽空 - 來幫我們介紹這個正義刺青 - 希望大家對刺青有興趣的 - 就可以 - 就是 - 先上他們的 - 上他們的 - IG 先看看 - IG 、 Facebook - Facebook - 看看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風格 - 然後你們也會在上面有一些 - 不同刺青師的名字嗎 - 說是 By Dexter - 對對對對 - 所有作品都會有 - 所以都可以看一下 - 所以就看每個人的風格會不一樣 - 對 - 你喜歡的人就可以 - 帶你朋友 - 或者是自己來嘗試一次這樣子 - 對對對對 - 那今天謝謝Dexter - 謝謝 - 謝謝你 - 完成了我的願望 - 對 - 下次見 - 掰掰 - 掰掰